然后这个中国这位记者 就是最近很有名嘛 因为王毅认出他来 他对以色列代表灵魂拷问 问了一个大灾问 以色列发动加撒行动 到现在为止 四万多人被杀 黎巴能一百多万人流离失所 那你呢 以色列代表 代表你们认为 这种政治行动 不再寻求外交空间解决问题吗 真是个大灾问 所以丽将军你先讲一下 目前伊朗的这个态势如何 其实这件事情 绝对不能从单独 说是伊朗发射导弹 这么简单来看 其实这是要从开始的 BBCO这个爆炸事件来看 其实以色列来讲 早就整个全班的一个作战计划 它的战略构想 就是要让以色列 这个中部地区的居民 可以回到北部地区去住 那回到北部地区去住 最起码这些居民要离开 珍珠党的Kachusa 这个火箭炮的射程 这个火箭炮射程是40公里 也就是说它要将珍珠党 往北边赶40公里 我特别看了一下地图 往北边赶40公里 黎巴布顿境内有一条河 叫利塔尼河 我认为它要攻击的目标 就打到那个地方 以色列打到那边40公里 40公里就是Kachusa火箭炮的射程 旁边是葛兰高地 我有一个高地有一条河 在这边建立防线 然后这个利塔尼河以南的 所有政府党 还有它武器我都要消灭掉 好 这是它的作战目标 它怎么样来实现呢 第一个我打击你的指挥官 跟通讯系统 就是说用BB Code来暗杀 那时候已经开始了 这叫先期作战 先期来讲我将你的这种各级指挥官 还有通讯链打断掉 这是第一减13日开始 第一日的时候你发现它做什么动作 之后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它是空袭作战 我将你这些指挥官或者是通电设施打掉之后 紧接着我就已经收集到了1600个目标 我开始实施空中轰炸 轰炸的包括我们看到18个领导人都被打 都被轰炸炸死了嘛 还有很多的 听说有400个这种火箭炮发射基地 也都清除了 然后这些清除之后 紧接着下来就是第三阶段 它已经是地面作战开始推进 地面作战我们现在也很清楚 就是用98师跟38师的两个铝 这个格兰铝跟这个一个砖甲铝 188砖甲铝来推进 但是大家知道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伊朗什么时候发动这个导弹攻击的 伊朗在它发起地面攻势 开始之后两个小时它开始导弹攻击 这叫什么 摧毁你的地空整体作战 你地面部队要推进 一定要有空中来掩护 那我们打仗最好的方式 我们炮兵叫延伸射程嘛 这个亮哥可能当时没说听过之后 就是我不兵往前面推 你看我们炮兵通常一个连是六门炮 六门炮打成一个弹幕 就一个弹幕一个弹幕往前面打 那你就是这个每次往前面延伸100公尺 你不兵就往前面推100公尺 以色列来讲的话 它一定陆军我推进的时候 上面有空军在上面飞机 对不对那边有挺机枪 我这边通讯联络 飞机就把这支机枪给它干掉 我那边有发现一个炮战地 飞机就把那个炮战地干掉 然后以利着它地面部队来推进 所以伊朗选择这个时机点打击 实际上是非常巧妙的一个设计 让你的战机没办法升空 我们讲制空作战 不是单独的空军 这个飞机跟飞机在那边缠斗 我让你的战机没办法起飞 就是制空作战了 所以你看它在它地面攻势展开 你开工没有回头舰 你部队一出去以后 我这时候开始轰炸 让你的战机起飞不了 原来这样 目的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很明显我们再往下面看 这个时候以色列为什么 被伏击了三次 伤亡会那么惨重 没有空中掩护 就是说空军飞机起飞不了 到底是打掉两个中队 还是说是两架F-35 我们不敢讲 但最起码这段时间 我们看到以色列没有空中的 武力资源 在这边实施 掩护地面作战 所以我想说这个 它是一次就埋伏也就罢了 连续三次 因为它没有空中掩护 而且你看它打的 就算是你没有打到飞机 所以后来有一个现场 听说有一个重埋伏的现场 很惨 所以立刻找来了 这个紧急商人救护 然后当场撤离 那个地点我也查出来 叫阿德萨 当然这个西伯来文的翻译 或者是我是不太懂 但是按照那音译 大概是阿德萨 大概距离边界两公里左右 那个村庄 也就是以色列的部队 突进去大概两公里 就遭到伏击 然后用了4架救护直升机 20架辆救护车 然后目前原来是说发明阵亡 然后20几元受伤 其实我有看到那个相片 但是我不晓得那些 躺在车上面那些 到底是网路上的照片 还是真的是以色列军人 所以我没有用出来 但是目前的报道是这样 今天来讲更多的伤亡出现了 那证明两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伊朗它不是 我们都一直认为 以前在这个嘲弄伊朗说 你会打成这样子 你根本就没有反应 你干嘛打嘴炮 伊朗不是打嘴炮 它真的打 它只是选这个时机点来打 它其实有没有经过一个协调 有协调 对 它可能跟政府党 跟胡塞组织都已经协调好 什么时候 他们发动地面攻射的时候 我来打它 让它的陆军部队进来以后 你可以殲灭它 在这边射伏击阵地 然后这个俄罗斯 这更有意思了 俄罗斯 当然我们现在都在讲说 这个以色列会不会对 伊朗实施空中的一个攻击 包括打它的核设施 打它的油田设施 我们现在目前都在讨论 那要打核设施 你一定要用飞机过去 飞机过去 伊朗我就必须要有地面防空武力 就是俄罗斯的S300 S400 对不对 防空武力要到 防空武力什么时候到 不是今天 我跟各位讲 大家去翻一翻新闻 8月5号的时候 这个邵逸谷就已经到伊朗去了 那一天的新闻就讲得很清楚 邵逸谷去带了伴手礼 那个伴手礼就是防空系统 包括防空导弹 防空雷达 全部都已经放到伊朗去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大国的一个博弈 这绝对不是临时起义 说你轰我打一下 这个你打我一下 然后我被打了以后我怎么样应变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俄罗斯早也在参与这一局了 只是选择这个时间点 然后他早就把飞弹部队 或者是说防空系统已经部署到伊朗地区去 所以在目前来讲胡萨也开始开打了 黎巴伦争主党 以色列来讲的话美国现在也管不住他 当然亚胡开始动手 我觉得中东这场大战 现在才真的才真的开始 不管是俄罗斯已经加进来了 这个伊朗现在也确实是入局了 那我想说那台雅胡在这个时候他绝对不会认怂 那后续会打到怎么样很难讲 大家都认为说是黎巴伦政助长在这边 我一直认为说他在这个地方你要推进30公里 打到那条河没有那么容易 连我都看得出来 难道人家政助长不懂吗 他早就在那边挖好公式 所以立将军讲说现在可能才刚开始 拜登马上要卸任了 在卸任前也警告大家 中东大战真的是要开始了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我选KE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腻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我特别像一样的 快没人 感谢观看